我说在任何时期任何的背景下 唯一一个不会亏本的行业是什么呢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医院 估计的医院已经不是那个曾经被冠名救死扶伤的圣地 而是渐渐变成了我们口中的代言号的人民币医院 医疗费用的非常让人看到了心生畏惧 甚至到了医院之后你才发现一个家庭当中 甚至有多少个人为了治病连十万元都拿不出来 而我说的这还是辛苦了 劳动了一辈子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实际上让人感到非常无力的 就是这些治病在医院治疗期间的这种无上限的费用 真的是无力承受 当然我今天说的是一件小事 就拿昨天我爸爸被家里的小狗咬了一下这件事情来说 本意没呢其实这就是一个到医院去消消毒打个疫苗的事情 有那么复杂吗 因为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也是不小心被家里的狗给咬了 本身呢我就想在家里吃点消炎药 涂点点服也就过去了 家里人不同意 最后呢去打了狂犬疫苗 打了五针二百六十块钱 一共啊 而现在呢 这一次带我爸去医院看病 让我大开眼界 那么一开始呢 去了挂完号之后就是清洗 清洗伤口 你以为是用流水冲冲就完事了吗 错了 大错特错 人家医院可是明码标价 一处伤口的清洗就要两百八十元 那我爸是被狗咬了两个牙印 大概需要清洗两次 那么这也就是冲了大概有十五分钟吧 十五分钟的这个清水 那么我心想这十五分钟的流动的不是水 而是金子 接近小六百块钱 不过呢 医院也说了 这是自愿清洗 你也可以选择不洗 也可以选择自己买这个消毒的回家清洗 那么谁愿意让自己的伤口感染呢 对吧 你到医院来 我们就是来看病的 所以没办法 你只能选择在医院清洗 接下来那就是打免疫球蛋白 那么之前我真的没有听过被狗咬了 还要打免疫球蛋白 那么但是你在这里 医生建议你打 你就可以打 那么这个免疫球蛋白 它也是自费的 不是免费的 它是按照这个体重来计算的 像我爸爸的体重 大概一百七十多斤 医生说需要打六只 费用呢 将近一千五百元 这个也是自愿的 你也可以选择打 也可以选择不打 但是咱们来到了医院 谁又敢选择不打呢 谁又敢去冒这个险呢 最后呢 就是狂选育苗的费用了 这个育苗呢 这是必须打的了 没有商量的 可是价格却千差万别 有的是八十多的 九十多的每斤 有的是三百多 四百多 五百多的每斤 你要是想省点打 打便宜点的 那五四下来 也打个七八百块钱 你要是想打好的 那五四下来 差不多要一千五到两千 这哪是在看病呢 简直就是在抢钱嘛 你看看这整个治疗过程下来 乱七八糟的费用 从清洗到打免疫球蛋白 中间还抽了一次血 看看有没有病毒感染 最终呢 又打了这个 这个狂选疫苗 加起来花了四五千块钱 这哪是救死扶桑的医院 这简直就是人民币收割机 医院里的黑幕 曾经在网络上 也看到很多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没有自己亲身感觉 亲身去体验过 你就不知道 在医院 那真纯纯就是一个 高消费的地方 真是让人看了都稀罕 我们不仅要问 这样的医院 这样的医疗环境 何时才能够改善 老人常说的看病难 难看病啊 其实你到了医院 你深有体会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舍得吃 不舍得穿 不舍得玩 到了医院之后 不讲价 不打折 那你少一分钱都不行 而且你晚了之后 医院下班了 你都看不了病 哪怕是倾家荡产 你也要去看病 那这个时候的钱 真的就不是钱了 它就像纸一样 到了医院 你的钱就变成了纸 收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的人 由于医疗知识的普及 了解的更多 大家发现没 你了解的医疗知识 越多 你生病的时候 你越焦虑 你在医院 你花钱的就越多 甚至有的人 经常为一场小病 从本地医院 又去往了各大城市的大医院 而这些都是什么造成的呢 我的感觉就是 医疗焦虑 有工作焦虑 失业焦虑 负债焦虑 现在的新名词 医疗焦虑